其實我覺得說血壓藥 如果你身體的照顧 你是生活正常 飲食正常 我發現它是可以改變的 它不一定是一輩子要依靠血壓藥 但是這個血壓藥 應該是要由醫生來做判斷 醫生所看的 然後他來做判斷 我們再做 不要自己冒然的去停藥 請問你 你覺得這個不同的醫生 有沒有對你有不同的建議 可是不是我算是 不是真正的很高血壓的 我發現我的家庭醫生 跟我去看心血管的這個醫生 他們的說法是差不多就是那樣子的 我的家庭醫生也是說 也建議說如果我覺得 他沒有什麼特別 也是可以停掉的 但是我還是遵照我那個 慢性處方的這個醫生給我做的決定 慢性處方的醫生是哪一科 他是加醫科 可是加醫科裡面 他也包括了 我也可以在那邊 也可以看護腔 也可以做護腔的檢查 也可以照他只要是一個醫生 他覺得你哪裡有什麼 他還是可以做很多的檢查 請問一下你的飲食上面有沒有特別的琢磨 飲食其實我講的話 如果我的偏愛 其實我是愛吃肥肉的 喜歡吃皮的 那是跟著年紀我就慢慢地去偶爾偷吃一下 我就不是像以前年輕的時候 這樣的吃法 但是我因為喜愛嘛 但是又發現我當我 就是油吃得多的時候 肥肉吃得多的時候 我的那個身體的厭血 它就馬上就會反映出來 後來我就覺得我還是乖乖的 所以我現在吃東西是處於天蛋 然後肉類我愛吃 但我不常吃 就是肥肉啊這些皮啊 今天早上我也弄了三隻雞腿 我都是把皮全部剝掉的 我發現那些皮跟這些油 對我們實在是 尤其像我們這個年紀 它很快地反映得出來 你所謂的反映是哪一個 抽血的哪一個素質 就是酸酸甘因子 它就會反映 它就會 因為我現在以我目前 我的所有的身體的檢查 都是OK的 但是我的酸酸甘油球 就比我原本正常值 高了一些些不到10 但是醫生他就說 這很好了沒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不要讓它 所以我現在就是都遞檢了 完全現在皮我就不吃了 皮完全不吃 不吃了 皮不吃了 那肥肉呢 肥肉和額譬如說不適合那個的話 我還是會吃一點 像我昨天也吃了 兩個豬腳 但是不常吃 一個月所謂不常吃 它的頻率是怎麼樣 頻率就是自己不買 自己不買 不買偶爾有外食的時候 有碰到的時候 人家會讓你吃的時候 再吃 自己不再點了 自己不點 像豬腳我也不去點了 我吃雞腿飯我也是把皮剝掉 就是炸雞腿其實很好吃 那個皮是很酥的 我以前是特愛的 可是我現在是皮完全的剝掉 這個改變是導致你可以解藥的必要條件嗎 你覺得 我覺得啊 我想就是說 我看到我的每一次的數據 只要是我很慌視的吃 它的數據就會超過正常 但是如果我是很小心的 哪個東西去很特別的去吃它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去檢查的時候 是很OK的 所以你有注意它之間的 我從這幾年來 我把我所有的檢查的數據 我完全的都留下來 我是把它定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以隨時 我看我早期 我這幾年 或者是三個月前 六半年前 一年前我都看得到 所以你比如說 你是說你三個月看到一次數據 那你三個月 那你是能回想起來 三個月吃幾次嗎 好像不太可能嗎 嗯 因為其實我的生活 我是算蠻正常的 我的飲食 還有什麼的 是 都在我的心裡面 我自己知道我能不能吃 我有這樣的一個刻意的 有一把尺 有一個刻意的 比如說我這兩天吃了 我以後大概十來天 我是不再動它 十來天不吃 我就不再去動這個東西 所以你一個月吃兩次 我就吃了兩塊 中午吃一塊 晚上吃一塊 這樣 所以一個禮拜 等於您的意思是 一個月吃兩次 也不一定 有時候一個月一次也沒有 一個月一次也沒有 對 因為是碰到的 因為是人家請我 人家送我的 如好的送給我 我就放家裡 我就帶了兩塊刀 只要叫回來 好 是 OK 所以您是一個 非常自製的人 因為我看到媽媽的中風 看到弟弟的中風 這個中風 對我們來講 我發現是一個很可怕的基地 總使你非常的健康 當那個中風 那個不注意 那個中風一來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辦法克制 而且搗亂整個家庭的生活 整個家庭都亂了 然後有時候甚至 第一他不能賺錢 可能就要移孩子 像我弟弟的中風 就因為他的孩子 就為他付了17年的看護費 你想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負擔 父親已經不能了 但是孩子必須去負擔他的這個看護費 想起來他45歲 但是小孩應該 很小 他當兵才回來 那因為是早婚 所以他當兵回來就扛起爸爸的 沒有 當然這些 我們也這些兄弟姐妹都有 是去做協助 是 謝謝